台一線又稱為縱貫公路 串聯起台灣西部大大小小的城鎮 在高速公路通車以前 要說它是台灣最重要的道路 可能一點也不為過 台一線現在的起點位在台北 終點在屏東的封港 不過在歷史上 這條縱貫道路的起氣 隨著在台灣政權的統治範圍 而有著許許多多的變化 曾經的最南端終點鵝鑾鼻 甚至還跟近期熱門的戲劇 斯卡羅有關 台一線作為台灣最重要道路的地位 可以追溯到清代的關道 不過在更早之前 就已經被先行來到台灣的漢人 荷蘭人或是原住民所利用 只要人有需求 就會有路的出現 只不過在當時 所謂的路 通常也就是荒煙漫草當中的陽昌小徑而已 只要人有辦法徒步過去就好 更不用說要有什麼鋪裝 在康熙年間編修的台灣輔制 記載著這條道路北起基隆 往南一路可以到沙馬基頭 清政府領有台灣後 以台灣輔程所在的台南作為中心 往北的路線稱為北路 往南的路線則是稱為南路 兩個方向的路 合成為南北孔道或南北通渠 而又因為南北方向上聯絡了當時的各個官府衙門 獲得了官道這樣的地位 至於路線的起氣 雖然名義上還是從台灣的最北邊到最南邊 但由於清政府並沒有辦法實質治理整個台灣西部 所以在清初的1684年 配合軍營最北的駐紮地在今天彰化的半線 以及最南的下淡水巡檢 駐守在今天屏東東港 最開始的官道 大致上只有存在於彰化到屏東東港之間 在漢人還沒有大量進入台灣 西部平原最主要的居民還是平埔族人的時候 聯絡南北的官道 也是以通過平埔族部落作為原則 除了因為是當時政府主要的治理對象之外 沿線的平埔族部落也能夠提供重要的勞力來源 新出的台灣原住民有向官府提供勞役的義務 而在眾多勞役之中 與交通相關的就包含了傳遞公文 搬運貨物 載送官兵 協助渡河等等 在玉湧河的啤海祭遊當中 就有提到他從俯城台南到台北北投採硫磺的路途上 除了命令平埔族人駕駛牛車 還有讓平埔族人幫他頂著行李 涉水渡過激流 甚至還有許多夜晚是在平埔族部落當中渡過的 而當時關道的最大天險 基本上就是河流了 漢季與季分明的氣候特色 讓台灣的河流成為流量差異極大的荒溪型河川 與季充沛的水量 往往能夠摧毀河道上的各種人造物 這樣的狀況在現代化工法尚未引進的時代 稍微大條一點的河流如果架設了橋樑 也經常在一場大雨後就消失在溪水當中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一定要仰賴竹閥 才有辦法跨過高漲的溪水 而冬天雖然水量潛到可以直接徒步射水 但是河川的底部還是有可能暗藏著流沙 或者是台石 所以比較大條的河流都一定會設置渡口 不只能夠在夏天百渡 冬天也能夠作為過河地點的指令 也因為渡口是這麼的重要 關道穿越各條河流的渡口位置 有可能就延續成為那條河川的名稱 比方說台灣第一大河佐水溪 以前被叫做溪螺溪 就是因為早年人們需要從溪螺社的渡口 來跨過這條河川 其他像是大甲溪、大渡溪 都是因為關道從同名稱聚落旁的渡口跨越 而獲得他們的名字 不過曾文溪好像就找不到同名字的聚落了 事實上曾文溪早年隨著河段的不同 有著大吳隆溪、灣裡溪、加拔溪、歐王溪等等名稱 但是因為關道在城門渡這個渡口過河 漸漸的就以曾文作為整條溪流的名字 而曾文這個聚落 不只在1898年開始繪製的台灣寶圖上還存在 甚至還是當地的一個行政區畫曾文莊 地點就在今天善化市區西北側而已 不過後來卻因為曾文溪的氾濫而消失在地圖上 只剩下以這個渡口來秘密的溪流 在更南邊的高坪溪 在今天的地圖上也絕對找不到高坪這個聚落 因為這個名稱是在1960年才出現的 高坪溪早年叫做下淡水溪 並不是為了跟北部的淡水河做區別 才在淡水前面多加一個下字 而是因為早年的關道是從下淡水舍旁的渡口 跨越這條河流 下淡水舍的位置 大約是在今天的屏東縣萬丹鄉與西元鄉的交界 可以發現跟現在的台一縣高坪大橋位置相差非常遠 這也是當時關道的主要聯絡地 是下淡水巡間所在的東港 當然是不可能在過了鳳山之後 還先往東北繞到現在的屏東市囉 隨著清政府在台灣的統治範圍逐漸擴大 關道跟著逐步延長 北邊的彰化縣淡水廳 戈馬蘭廳逐漸增設 使得關道往北延伸到基隆 接著多出一條往宜蘭的分岔 而南邊的部分則因為下淡水巡檢的駐守地 從東港掉到位在今天仿寮的大昆梨 在19世紀中葉以前 關道的南端終點都是維持在仿寮 畢竟過了仿寮就是畫外之地了 1867年的羅妹號事件 可以說是改變關道端點的重要轉捩點 雖然清政府在仿寮南邊畫色土牛紅線 嚴格禁止漢人跨越界線進入原住民領域中 但是在土牛紅線隱南的恆春半島 老早就已經有漢人在這裡討生活 雖然前面說台灣福治記載那時候的道路 最南邊到今天稱為貓比頭的沙馬基頭 但是實際上因為仿寮到恆春半島之間 中央山脈緊貼著海岸線 即便還是有著相對平坦的帶狀地區 但是新走在這段陸路上 經常會跟原住民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所以當時從西部往來恆春半島 主要還是仰賴海運 但是在羅妹號事件後 新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 終於將狼橋納入版圖之中 也打通了仿寮往來恆春的道路 然而到了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時 日本人看到的這條道路 確實又回到荒廢的狀態 隔年在美國、日本 乃至於曾經在恆春半島遭遇海難的各國要求之下 新政府興建了今天鼎鼎大名的鵝鑾皮燈塔 並且正式設立恆春廳這個行政單位 使得關道在過了兩個世紀之後 終於延長到恆春半島 不過才20年的時間 台灣就被割讓給了日本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 隨即對清代的關道進行改善 並且調整了部分路段的路線 接著為這條道路正式命名 由北到南依序為 台北基隆道 台北台南道 台南鳳山道 鳳山阿猴道 阿猴仿寮道 東港恆春道 在1916年 基隆到阿猴的四段道路 整併為縱貫道 縱貫這個名詞也才終於隨著縱貫鐵路 與縱貫道的完成 成為台灣南北方向交通的稱呼 而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 縱貫道改稱為縱貫公路 縱貫道仍然跟日本時代一樣 維持在屏東 一直到1957年 對各條公路進行編號時 才以台北作為台灣公路的原點 將縱貫公路 才分為台北到基隆的台五線 以及台北以南的台一線 並且將台一線的縱點 從屏東再次延長到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 這也就是為什麼同樣是台一線這個編號 屏東以南的路段 卻會被叫做平鵝公路 1977年省道重編後 配合南部濱海公路的計劃 封港以南的路段改編為台二十四線 到了1994年再改編為台二十六線 而台一線的終點 則是從鵝鑾鼻往北移到了封港 其實某種方面來說 也可以算是回到羅密號事件之前 關道沒進入到恆春半島裡面的狀態 就這樣 這條在台灣歷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的南北孔道 南北通渠 關道 縱貫道 縱貫公路 形成現在三條編號不同的省道公路 這次我們簡單地走過了台一線的前世今生 因為這條道路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 所以前面的內容都是有經過簡化的 未來也會有機會更深入而來認識這些路段 最後想要問問大家 對於這條縱貫公路 你最有興趣的是哪個部分 留言之後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一起來看看台一線的故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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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